好 我們請教韓明哥 我們可以看到 在今天呢 科文哲是第三度遭悲卷的提訊 那麼持續要來查 除此之外呢 鏡周刊這邊 好不斷的有一些爆料出來 包含了像是 前北市府都法局局長 黃錦茂道案 那麼從證人改列被告 那他是說呢 這是當時下令限期11天 要來完成這樣的一個任務 還有就是在簽約的部分 建兆先發了 才來簽訂了協議書 以及呢還有5億的犒賞金 這個也傳出在這個部分 那市場也盛傳 當時這個金華城啊 左手賣右手 因此在這個老闆好 沈慶金還套現了近百億 那另外就是剛提到了 這個選前的金流的部分 有這個近兩億的現金捐款 這些都是來自週刊的爆料 我老實講啊 今天週刊這個報導 我還滿失望 因為內容超級無聊 而且了無心意 講來講去還是這些東西 你跟我講了那麼多 那金流在哪啊 你把他抓出來嘛 你只是說檢方要查這個 檢方要查那個 那就去查啊 你已經查了十幾天了 那請問一下查出什麼東西來 沒有啊 所以跟我講這幹嘛 然後你說一億九千多萬 這些小額捐款怎麼樣怎麼樣怎麼樣 其實我老實講那個東西沒有那麼難查 因為他說有三百個匿名的嘛 那其實很簡單 我們政治先進把規定匿名捐款最高上限只有一萬 所以很簡單啊 這就算三百個匿名每個都捐一萬也只三百萬 那剩下一億九千萬 那也都是有名字啊 那很好查 你去查 很簡單嘛 你只要查跟威京集團有聯繫的 他的子公司或是孫公司或怎麼樣 你能夠查都出來 那你檢方就中了嘛 那顯然到目前為止還沒查出來 查出來就不用扯這麼多啊 對不對 那你說 頂月這個東西是不是左手賣右手 這個當年就已經2019年就在傳了 那這麼多年了到現在已經五年了 請問一下你們查出什麼東西沒有 如果沒有的話 五年查不出東西現在突然之間查出來 那有兩種可能 一種就是跟鄭文燦案一樣 你們當初都知道不敢查 那另外一種就是你還是查不出東西出來 就這樣子啊 所以我會覺得 今天這個週刊 看起來就是他已經沒有什麼新的進展 所以呢 只好找一些這些知為末節的東西來兜 我覺得這種東西就沒有什麼太大意義 講實在話 因為現在對北檢來講 他最重要的 也是唯一一個解套的 就是找到金流 只要找到金流 過去他怎麼樣的亂搞啊 怎麼樣的自導自演 怎麼樣自己在外面到處帶風向 其實大家都不在意 因為你抓到柯文哲貪污的鐵證 這樣你就贏了 那如果你沒有辦法找出這個金流來 不管有多懷疑 我知道今天 鏡週刊 還是那個台灣民意基金會都有做這種民調 好像62%的人不相信柯文哲 認為他可能是有貪污或幹嘛 對 是這樣 但是柯文哲有貪污也不代表你北檢就不拉茶 這是兩回事啊 所以我覺得 北檢自己要解套 你就要趕快找出這個金流 如果找不出來 到最後只是用土利起訴 那你就窮 你就難看 也是窮吧 就是這麼樣子 所以我覺得 今天你也可以看得出來 這個週刊報這個料呢 其實這個料他早就知道了 只是以沒有像之前什麼1500啊 或是什麼這些東西 進爆 所以他就 他就流到現在 那現在北檢因為被盯得很緊嘛 不敢再像過去這樣丟東西出來 所以只好丟這些 枝枝節節的東西出來 大家就隨便扯一扯 所以你看今天這個效應 我跟你講不會很大 因為你看綠營的節目 從上個禮拜開始到現在 都已經無聊到 去扯什麼1500是比特幣 不對是以太幣 不對是PTT幣 從那邊鬼扯一堆了 已經胡說八道到一個極致了 你就知道案子僵掉 沒有什麼新東西 對 你沒有新的突破性進展 就事實擺在眼前就是這樣 那今天最新就是說 你看上禮拜北檢才否認說 不會再借提柯文哲 目前沒有這個計畫 今天馬上就提訓了 所以北檢也是經常在胡說八道 不就是這樣嗎 那請問一下今天提訓了之後 按照過去的這個流程 今天晚上應該很多媒體又要講了 柯文哲又說了什麼 有什麼爆料出來 怎麼現在沒有了 還靜悄悄的 我跟你講 我猜這次提訓沒有什麼結果 沒有什麼突破性的東西 所以這樣看起來情況是越來越僵 那我個人是認為 之前上禮拜不是傳什麼 沈慶晶 應小微 彭震生 可能每一個都可能會成為污點證人 對 講污點 我跟大家講 我認為成為污點證人的機率非常低 應該根本不會 因為你怎麼算他成為污點證人 對他都不是很有利 所以我覺得這些人就是 他是會跟你硬幹到底 那現在其實我一直很納悶的是什麼 是應小微那4740萬 檢方一直聲稱這個就是 沈慶晶賄賂他的實證 對 會不會到最後會翻掉 因為我到現在其實我一直很納悶的一件事 以沈慶晶這麼有經驗的 我不是說他不會賄賂 而是他這麼會賄賂的人 會這麼容易被抓到嗎 一下4740萬了 救出去這樣 對 讓你查到 然後這麼明目張膽 直接匯到應小微的戶頭 那個基金會的戶頭 我一直覺得這件事很不可思議 我覺得沈慶晶應該以他這麼聰明 他應該是有設什麼斷點 不太可能就是讓你直接 對 所以這個聽起來很不合理 就跟那個朱雅虎寫信會 寫朱將軍雅虎一樣不合理 對 這個我們知道 稍後回來見一場的 我請問一下將軍你有寫過這個嗎 好 歡迎回來 我們要請教韓彬哥來看到 這個朱將軍寫了陳情信給蔡姐 民進黨台北市議員洪建議 他就來指控民眾黨前立委蔡壁如 說他是金華城案件當中 一個隱藏版的人物 秀出了這一篇 說是這個北市府前兵役局長朱雅虎 那朱雅虎在2017的部分 手寫了一封陳情信給蔡壁如 那麼蔡壁如也說了 他看不出來這個陳情書 是要寫給他的 所以他要來提告 好 他說蔡姐 8月3號之後約時間 好 在這邊 那這個是手寫信 那這個台北市議員洪建議就說 不記得這件事情是選擇性失憶 那現在台中市府顧問蔡壁如 這位蔡姐 他就說 言過頭了 洪建議發布自殺聲明 我要發布在場聲明 所謂這個蔡姐 搞不好是要寫給前總統蔡英文 適逢中秋節 講個中秋節冷笑話 他說 真的看不出來這封信是要給我 這個陳情書要給我 但是我一定要提告 其實我真的覺得洪建議 拜託沒有人像你這麼爆料 爆料爆得很蠢 因為這 會那麼好笑嘛 你其實現在最關鍵是什麼 不是朱雅虎這封信 到底真的假的 也不是他寫的內容是什麼 你不是所有蔡壁如的手遇嗎 你把蔡壁如手遇拿出來看看 他到底交辦了什麼事嘛 這個才是重點 對啊 這才是重點啊 你寫這封信又怎樣呢 我先不要說這封信是真是假也不知道 就算他是真的 請問一下又怎樣 他顯信犯法 對啊 這不很奇怪嗎 就是個陳情信 那你要不要受理嘛 是啊 每一個人都可以陳情嘛 那陳情 陳情了我接受之後的態度 才是真正的關鍵 我也沒有違法去交辦什麼事情 這才是重點嘛 所以你要抱一次把手遇拿出來 你有沒有拿出一個陳情信來 那更奇怪的就是 如果你真的這麼確定 這個是可以讓蔡壁如確定 他適合暗音槍斃命的東西 你怎麼會再開記者會 你應該拿去給北姐 你怎麼會自己留著的 我也覺得很奇怪 莫名其妙 那現在蔡壁如說他要去告 我不知道他告了沒啦 然後我覺得蔡建議 宏建議演得最噁心的是什麼 他那天講說我要發佈自殺聲明 然後還講錯一次講成自殺聲明 我真的覺得他是自殺聲明 你知道為什麼嗎 你是執政黨的議員 現在朱雅虎一個是被告 另外一個是在野黨的黨員而已 他現在不過是個台中市政府顧問 連個立法委員都不是 到底誰怕誰啊 你在那邊發什麼不自殺聲明 你有毛病啊 你們是執政黨 你忘記了啦 洪建議 所以我都不知道這個人到底在幹嘛 那當然這個人以前就是專門演猴戲的 在那邊刺倒自演的戲一大堆 所以我一直覺得 第一個他整個性的內容超怪 叫蔡壁如叫蔡姐 然後朱雅虎年紀比她大十幾歲 我也不知道為什麼要叫她蔡姐 你叫蔡英文都 蔡英文恐怕都嫌她了 然後他自己署名叫朱將軍雅虎 我還真的沒有看過人家這樣署名的 超奇怪 對 將軍 我從來沒有把自己的關閒寫在這個信的結尾 對啊 這很奇怪 我寫人家蔡姐她應該自稱帝啊 對啊 對啊 什麼帝頓守百敗之類的 應該至少是這樣吧 更謙虛一點 從不完 所以我覺得說真的啦 如果我也希望有證據 因為其實看到這齣爛戲持續糾纏在那邊 大家看得很差 查到現在趕快證據有沒有 你趕快有讓蔡壁如一槍毕滅的東西 你直接作為破口丟給北檢 你就讓他死嘛 那你在那邊ㄍㄧㄤ在那幹嘛 我就不知道到底在搞什麼鬼 所以我真的覺得 現在看起來就是 他們沒有辦法做進一步的突破 只好在這邊孜孜節節邊邊角角在弄 我真的覺得是滿無聊的 拜託 我一直在講 我很討厭柯文哲 可是你們也拜託 有能一點好不好 不要這麼無能好不好 趕快拿出真平實驗 是 這樣讓韓明哥太失望了 是很挑剔的 防曬乳我選KS皇家呵護 抗光清爽高防曬凝露 因為它有媲美藍光神盾的炸造之翠 保護我在陽光下延緩肌膚老化 維持青春彈力 可以防禦工作環境裡的3C商品 各種包圓對肌膚的傷害 擦起來清爽不黏膩 我特別喜歡它做到海洋友善 365天天天抗光抗老化 是我的保養日常 你呢 呵護你 呵護全家人 專屬你的KS Royal Care 探光清爽高防曬凝露